一陣子 曹先生 他就上我同事的節目 他聽說就比較放鬆一點 然後他說今天不要聊音樂 我們聊演藝圈的八卦 就開始爆料 還有名字 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對... 然後還有一些 爆什麼料啊 他就爆說誰是 有跟導演一起 所以得到這個角色搭 有 他報紙寫得很大耶 對... 對啊 是不是你很... 遺憾你錯... 然後幸運都可以看到這種精采的畫面 因為我們主持康熙還蠻平淡的吧 很快互相毆打對方啊 不是 康熙 康熙如果來賓講了我們招架不了 是我們會慢慢移開嗎 因為你... 你何苦錄一集 全部都不能用的東西 可是... 好像有遇過靈異對不對 對... 這位... 這位記者他現在在美國的一家電台工作 他那時候是支援他去採訪統師命案 好 統師命案 他年紀跟我一樣大 所以就是年紀不小了 採訪完回來之後呢 他就出麻疹 那這種年紀出麻疹其實蠻危險的喔 所以他就當然只好休假去... 去休假囉 結果他們的親戚裡面有一個是... 是雞童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得麻疹 就是因為你那天在採訪統師命案的時候呢 記者太吵鬧了 所以在那邊 其實他就對死者不敬 然後對周圍的這些好兄弟們不敬 所以呢 他比較倒楣就被纏傷了 所以不應該太熱鬧 就採訪這類案子的時候 你應該要心懷... 心懷敬意啦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很高興 球場那麼吵吧 沒有啊 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我親眼自己聽到的 是因為有一年... 我還記得有一年那個... 國慶日的時候 有一架空軍的... 他就在這個軍用機場... 墜毀了 松山機場墜毀了 那我們這組的同仁 就趕快去採訪嘛 後來他們回來的時候 在看拍攝帶的時候呢 就突然發現有一個聲音... 非常哀怨的一個聲音 他們聽到就覺得很毛啊 叫我過來看... 我覺得看那個帶子 真的都是空空的 然後就這樣... 那個聲音嘛 不是串音 可是那個聲音我到現在想起來 都還是覺得有點毛啊 真的 吳怡佩一定認為是導播的 真的 你看 被導播的 我的... 你看齁 就有一年也是李登輝的前導機 是直升機 在瑞芳撞的 他說飛行員屍體沒有找到 我說 你馬上告訴現場的指揮官說 就在直升機的機身下 那個前一天晚上 我就突然夢到 因為那條河谷呢 我曾經走過一次 就是說你要出事只有那個地方 但是我就突然夢到一個人 就是說那我從來不認識的 忽近忽遠忽近忽遠忽近 然後一直向我鞠躬 接連兩個禮拜 那個人天天找我 我跟你講不是到我家找我 到超市只要晚上 過了八點半九點半 大家在電視台忙的時候 或者撿那個袋子的時候 我就隱約感覺到後面一個人 一直一個人一直他來謝謝我 結果兩個禮拜以後 我終於受不了了 我就跟楊秀夫講 然後他是來謝謝你的啊 那我不是 你會怕 你會怕 其實他也太多理了吧 就謝了一次就好了 可是應該就可以 所以比方說超渡他什麼之類的 對 他是要你超渡 所以你現在到每個地方都有帶著他嗎 好可怕 我又要先離場 他下次又拐著一下子 可以先離場嗎 結果呢 滿恐怖的 結果他公祭的時候 那一天呢我去了 我又到他墳前去上鄉 以後就沒有他 請他安息就是 你這故事以後可以講給 跟你打架的那些來賓 所以他都不敢再給你管 不會啊 我有守護神啊 後面的人會幫他畫 可是如果你們做新聞主管 碰到小妹妹們 他們就是比較脆弱一點的話 你們會教訓他們嗎 你是說不敢去採訪這些現場啊 或者說站太久 15分鐘就站太久 15分鐘很久耶 15分鐘真的不太久 所以這樣應該滿值得罵的吧 所以 15分鐘真的太丟人了 麻煩你把東西說一說 現在回家好不好 我現在沒有當記者 我們來體育台了 那一佩妳有跟球員就是 建立友誼嗎 什麼是建立友誼啊 就是交往 至少通過什麼E-mail啊 可是我覺得MSN是很必要的耶 MSN 因為像有些球員他們可能不在 台灣打球 他們可能在國外 譬如說小聯盟或什麼的 可是你要去掌握他們的資訊的話 建立路線 會跟他們去唱KTV嗎 沒有 有啦 一佩有 有啦 可是我覺得... 不是行情不同 因為我覺得就是 要保持良好的關係 可是又不能太... 我覺得一佩有它的功能 因為至少他有好幾個球員的MSN 而你卻沒有對不對 他連線的時候應該幫你搬沙發去 15分鐘真的很久 有話跟有鬼纏身 而他有球員的MSN 對 反正各有常數 這樣很好 對 你說像被那個... 被追 我想應該都有經驗吧 真的嗎 他們都有經驗嗎 沒有他們去...有 有嗎 他們去8搶3 就是8搶3不是很夯嗎 然後他去8搶3採訪 他去一個禮拜 這樣有那個球員 那個球迷誇張到 就直接寫說 我愛偉來更愛裴 然後就一起拿那個海蜂 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很紅耶 現在 我前面有白花 其實 所以先對韓國隊的時候 對啊 不要生氣 因為他是球迷 你是球員 對 球員比較厲害 有啦 非常厲害 對 他是有你的存在的價值 總好 你去建立良好關係 他們大概各個路線亮相的記者 都會...多少都會有 有粉絲 對 跑財經的 跑政治的 跑什麼的都會有 比較可憐的是跑社會的女記者 沒錯 比較可憐是跑社會的女記者 因為你跟警察拔軟有什麼 你真的很愛撞腰耶 你真的很愛撞腰耶 好永久耶 不是 你知道我以前才想要... 對啦 開發單很OK啦 他一定快要進黑社會 對不對 不是 因為你看 你如果去跑生活線或醫療線 你跟醫生很好 如果你以後有什麼病的話 就嫁給醫生 對 很好 財經線的話 很多都那個嫁給醫生 對 大老闆更好 你跑社會以前的銀行 我竟然跑教育線 我真的是一個好坦率的記者 真的耶 我好喜歡你喔 教育線就... 他人生沒有框框耶 真的 以後歡迎你重來 不是啦 好 所以各位觀眾呢 以後再看到LIVE的時候 就是多體諒他們 就比方多無專家 是在憋尿中為大家服務 然後這個政論節目 其實也抱著很大的風險 就是大家都保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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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